举动是维州的第二大城 然后这边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这边特别适合夏天来生活 所以呢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海岸上 这边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夏天度假的一个圣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举动 这个城市呢 原本是工业大城 但是呢 随着这个现代化的进步之后呢 它逐渐改成了一个墨本人最喜欢夏日去度假的一个城市 我们今天也会带大家走访这个城市迷人之处 这里就是举动 是澳大利亚维州的第二大城市 人口呢 有20万人口 距离墨本市中心是75公里 最特别的地方呢 它是著名的大洋路的一个门户城市 来到澳洲生活以后就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慢生活的节奏 即使呢 花一整天坐在海边 什么事情都不做 也会觉得很有趣 我们刚刚呢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Pier 然后呢 今天天气也很好 我们也待会带大家走一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很特别啊 是我们的小吃船 待会也会详细给大家介绍 沿着这条海岸线呢 会看到摩天轮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这个沙滩排球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要带大家看一看 什么叫做封闭式的海水游泳池 是澳洲独有的 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 这个呢 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都叫小吃店 这边叫做小吃船 那上面呢 专门是卖海鲜的 所以下次大家有机会来到举动 肯定要来这里尝试 因为它卖的海鲜既新鲜又实惠 它这个价格呢 你可以看到到 它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海鲜的拼盘 只要12块 我们可以看到举动是最适合生活的 澳洲漫生活的一个城市啊 除了这个海边 临近海边以外 有各式各样的火 海上活动以后 待会也会带大家去看到后方呢 有露天的游泳池 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户外游乐设施 更可以呢 在这边随便找一家 喜欢的咖啡店 或者是喜欢的餐厅 坐上一整天 慢慢地享受生活 湾进的地方就变成是所谓的举动 主要是海湾 所谓海湾 好处是 到了内湾的地方就比较平静 所以就非常适合船停靠 所以就必须适合在户外做一些户外活动 而且这城市的人口密度很刚好 什么叫很刚好 就是 人不会太多 但也不会太少 因为人太少 首先餐馆那些东西就少嘛 人多的话 你会觉得 哇 餐厅都要等 等啊什么 你会觉得 诶 好多餐馆 然后很多选择 你今天吃这个 明天吃另外一个 都很OK 也不会说需要排队排了很长的时间 举动边上沿着海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 然后呢今天特别选的这家具有这个古典特色的 来尝试一下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